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來到年三十晚 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身體健康平安大家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我們的節目會照常運作 至於在年初二星期六晚上十點 直播也會如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蘋果日報》就報導 衛生署的醫生和牙醫都掀起了辭職潮 在過去三個月 最少有十名醫生和十名牙醫決定辭職 在這班人當中 最少有四個人私底下表明 說是因為拒絕簽署宣誓聲明 是決定不做的 除了醫生和牙醫之外 亦都有護士 科學主任和牙科護士 決定辭職 有辭職的醫生私底下說到 說他做決定的時候 很簡單 純粹是視乎 到底自己未來的人生是想怎樣 他就說 一是簽 一是走 如果簽了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製罩 所以他就簽不下手 這位醫生暫時未計劃到 在未來會不會私人執業 或者是投身其他機構 但是有兩名辭職的醫生 就肯定是會移民的 其實 就著醫生來說 如果他純粹為了規避宣誓 而決定辭職 他又留在香港繼續執業的話 我相信 他就有很大的機會 將會再一次面對這個難題 因為現在說要宣誓的醫生和牙醫 他們全部都是衛生署核下的職員 因為這些職員其實是屬於政府編制 是公務員 所以一定要安排去宣誓 現在醫管局核下的醫生和護士 暫時未需要宣誓字 但是之前林鄭也好 或者有些政府官員走出來說過 已經放風了 公職人員的定義 就不一定限於公務員 現在接下來就是區議員將要宣誓 再下一步有哪些職位需要宣誓 我相信 就是那些依靠公帑來支援的一些職系 比如說 官校和遵校的教職員 醫管局核下的醫生、牙醫、護士等等的職員 以及就是接受政府撥款的社工等等 我相信這班人其實那個機會都很高 只是那個時間問題 當然有些醫生可能選擇要私人執業 如果為這個宣誓推得盡一點的話 可能 凡在香港註冊的醫生都要宣誓 也不奇怪 這件事沒有人說得盡 但是 如果真的推到這麼極致 其實都是避無可避 可能有些醫生都是見步行步 好了我們又看看一些數據 根據立法會的文件顯示 在過去的四個財政年度 每年就有大概19至25名的衛生署醫生流失 如果說過去的三個月 就已經有至少10名醫生辭職 在比例上就很誇張 因為在過去的四個財政年度 平均每三個月都是流失4至6個醫生 現在就已經有至少10個 而且在牙醫方面也有至少10個 又是誇張的 因為衛生署核下的牙醫本身就不是很多 另外根據報導所說 就說有些辭職人士 是決定賠了代通資金即時離開 當然這些就是走得很急 為什麼走得這麼急呢 報導就沒有交代原因 但是我每次講這些個案的時候 都總有人留言 就說為什麼要辭職 為什麼不拒絕宣誓 然後就讓政府炒魷魚賠錢 其實這件事是有危機的 比如說在立法會 有些立法會議員是曾經被DQ的 DQ完之後 立法會的行管會還要發信件 向這些人追討薪金 如果你不肯賠的時候 還可以申請你破產 另外 上個月有新聞說 說有一個港大的教育學院畢業生 執教半年之後 就突然之間被教育局 說他是不合乎教學的資格 不合乎資格 當然了 你就炒他魷魚 問題就是 那個教育局要向這個不合資格的教師 追回20萬的薪金 這些就好事 萬一現在有些不肯宣誓的人 他被人炒的時候 他會不會被人追討 一段時間的薪金 很難說 因為這個就未曾出現過的情況 可能很多人都決定 其實不拒絕就好過拒絕 乾手正腳 免得有手尾筋 我猜那些人的心態都是這樣想的 好了 至於說 講到本地醫生和本地牙醫 如果他們決定要移民的時候 當然了 很多西方先進文明國家 都是歡迎他們的 大門都是為他們而打開的 就算沒有現在的救生艇計劃 沒有5加1 都是大門為他們打開的 因為他們是屬於專業的人才 在香港 培訓一名本地醫生 或者本地牙醫 所耗費的資源 是相當巨大的 尤其是 他們需要6年時間才可以不倒業 在這6年裏面 其實投放了很多錢 在醫學院裏面 所以 如果香港是 流失了一些醫生 或者牙醫的話 對於香港本地來說 是一個大損失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做到 什麼措施 來挽留人才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是關乎到香港的民生 香港人的福祉 現在我們只是看到什麼呢 就是有一群建制人士 比如說張國軍 葉劉 譚慧珠 那些 三不五時 就走出來 嚇香港人 就說 他們移民去到英國 未必找到工作 很可憐 諸如此類 老實說 對於一個醫生來說 哪有說服力才可以 一個醫生 一個專業人士 好嗎 不要聽他去到世界上 哪一個國家 他都能夠 找到一份職位 薪金未必會 香港多 但是 一定是不愁 沒有工作 做的 所以 建制人士說的 根本上 對於挽留專才 那方面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到底特區政府 有什麼措施 能夠出來呢 暫時就不見有了 可能他們根本 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很簡單 如果這個宣誓 下一步 擴展到 醫管局閣下的員工 包括那些醫生在內 肯定又會掀起 另一波的辭職潮 因為你肯定會有些人 不願意去簽署這個宣誓聲明 他自然會辭職 會流失 特區政府要想這件事 才行 是不是 你不想 你再下一步 如果連本地註冊的醫生 全部都要宣誓 又會流失 你要想的 這些東西 你不能只推一件事 你不想一下推這件事 會有什麼影響 或者他想了就沒有告訴我們市民 那就不知道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說另一個消息 就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副局長陳穗夫 他就以健康理由辭職 他現年就是48歲而已 到底有什麼健康問題 那麼嚴重 搞得要辭職呢 根據報導所說 他的家族 是有遺傳心血管病的歷史的 而他近期就血壓失控 高的時候 就可以去到爆煲邊緣 擔心有中風風險 他跟特首林鄭月娥 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商量過之後 就決定辭職 專心優養 他又強調 和曾國衛的合作愉快 並不是說辭職之後要移民 他也沒有持有任何的外國護照 或者是BNO 這位副局長就堅稱是因為健康理由而辭職 但是凡親出任這些副局長 或者是政治助理位置的人 一辭職的時候 肯定就會引起其他人的猜疑 究竟他是不是想逃離這個熱錘房而走 尤其是 他做這個職位就是政制局的副局長 而林鄭在上星期就提到 有關於 區議員宣誓的法例草擬工作 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會在農曆新年以後 提交草案給立法會審議 即是說現在這位副局長 完全可以避開了這個 區議員宣誓的議題 起碼在時間上哪是那麼巧合 到底真的那麼巧合 還是有其他原因 就不得而知 反正他就說健康問題 唯有就是祝他身體健康 其實以健康問題來辭職的官員 他就不是第一個 之前有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馬時鏗局長 當時他也是堅稱自己百分百有健康問題 大家可以找回他當時的 那些新聞報導出來 他就說到自己的腦又有問題 又需要靜心來去休養 總之就是說到不走不行 而且他當時也都強調 是沒有任何政治因素的 可能他辭職之後又好 後來他又轉頭商界 亦都出任過多個公職 可能後來真的好 不知道 不出奇 到底現在這個 個案和馬時鏗的個案 有沒有相似之處 都要時間來去驗證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